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杀率第一名的国家叫做立陶宛 位于波罗的海东岸 一个拥有辉煌文明的历史古国 但是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只有6.5万平方公里 曾经受到苏联统治 现在才独立 当你漫步在立陶宛旅游时 便会看到许多欧洲独特的历史陈面建筑物 安静 美丽 干净 是对立陶宛最简约也最恰当的形容 而且街头美女如云随手可见 但是男女比例十分不协调 这里的自杀率高得可怕 立陶宛人口数约300万 平均每年10万人之中 就有28.2人杀杀 而专家分析的结果是 立陶宛东京漫长 阳光少 据说这里很多人患上了抑郁症 所以立陶宛还是全世界精神学医生最多的国家 接下来小编再给大家带来一个数据 那就是自杀率排名前6的国家 第二名 韩国 第三名 苏里南 第四名 斯洛文尼亚 第五名 匈牙利 第六名 日本 而美国则排名到第二十 前二十名里都没有中国的身影 身在这个和平的国家 一定要更加珍惜 来之不易的生活 千万别自询短见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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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